王康生命的最后的时刻 我有很多窃进的观察 很受启迪很感动 就是他接受基督教的洗礼 把自己一生的追求 把自己一生的感动 最后在这个地方 画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据点 他突然谈到说 他希望能看见他的窗外 要一面美国国旗 要看一面美国国旗 在他病床的窗外飘扬 王康先生奉接 美国国会的美国国旗的仪式开始 这个议员特别的说 王康先生追求民主自由一生 记上这边国旗就是表示 把他当作我们的精神公民 当作我们的议员 我们希望美国国会的议员知道 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 站在美国政府的背后 我们知道美国的政要 能够清楚地分开中国当局和中国人民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他有很多很多的优点 别人都能看到 我认为最重要最珍贵的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 虽千万人无网易 就是知行合一 说到哪做到哪 他不光是一个思想的人 他同时也是个行动家 他主持了好多重大的事情 最显著的事情之一 就是他主持了十几位画家 很著名的很好的画家 来画了这个好奇长流 一千多米长的大画 表现了中华民族 当年在抗战时期的 精气神牺牲 共产党政权之下的一个流亡者 只有近朋友之道 近这个同道之道 来尽量地帮助他 他在美国的情况是非常艰难 可以说是所有的流亡者中 最艰难的一个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没有职业 没有英文 不能开车 已经一身重病 他那么热爱自己的主播 但是他被祖国所驱逐 不允许回去 美国不是对他个人 而是对所有的同样情况下的 这种为了争取自由 而回不去的这些人 伸出了自己的双手 他没有任何收入 所以他享受了美国全部的 世界第一流的医院 医生 医疗条件 在我受洗之前 我只能说 我的感恩是有限的 在王冬床前 我们从来没有悲伤的 对一个 我这种年龄的 受洗的 居然能够 能够蒙受 深深地为那些 合伦国国 生死无限 到了美国 他所有的本事 都无法施展 那么在今天的一个 中国青年来看 这是一个loser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他是把自己的生命 完成得最美好的 他一生追求一个崇高的理念 并且一直坚持到自己 生命最后一系 所以这是他年轻时候 学会的一首歌 那首歌叫《马车从天上下来》 它是一首美国黑人的灵歌 这是一首基督教信仰的歌曲 美国黑人在一辈子 宠奉上帝之后 他们在死后 希望能够回到上帝的身边 像越南河那边 你看见了什么 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石门幽灵 是他在这个房子里的创作的 有三层楼那么高 很大很大 从这个德国人马克思 一直到中国的这个红色帝国 毛泽东 最残酷的 非正常死亡人最多的 这段历史的一个构思和总结 他这幅画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他的构思 现在画的大的框架已经完成了 虽然还没有上色 没有完全完成一幅彩色的大画 但是一个基本的素描的稿子已经完成了 有时欢乐也有时悲伤 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可我的心勇向往着天堂 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未来中国政治文明之后 应该有一个像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是共产主义纪念馆 专门存放像这样的作品 这样的诗歌 这样的文字 这样的人物 应该有那么样一个地方 这是我们一个设想